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主持人盛春 近年来极端天气这个词 在我们身边出现的比较频繁 比如说干旱 洪水 台风等等 严重影响人们的生产和生活 那今年又会出现哪些极端天气 我们又该如何去应对呢 通过短片来进入今天的节目 近日高温热浪 席捐我国北方多个城市 北京 天津 河北 山东多地 日日最高气温突破历史极致 与此同时 黑龙江海林市却在六月初 遭遇冰雹袭击 导致五千多亩农作物受灾 进入2023年以来 全国极端天气事件多发强发 上半年 云南省多地遭遇重汗甚至特汗 平均降水量较往年同期偏少六成 为近十年最少 江西 福建 重庆 广西等地 却出现暴雨 大暴雨天气 突破最高历史极致 据水利部统计 今年5月5日以来 受强降雨影响 全国超40条河流 发生超紧以上洪水 共造成958.4万人次受灾 其实极端天气 不仅仅发生在我国境内 近日 欧洲 美国 加拿大 墨西哥 印度等国 正在遭遇高温天气 多次创下历史最高纪录 高温引发火灾 急催生龙卷风 导致数十万居民供电中断 生命财产受损 酷热干旱 暴雨洪水 极端天气正在不断刷新记录 今年的天气到底怎么了 我们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今天请来的两位嘉宾 一位是中国气象局 公共气象服务中心 原气象服务首席朱定真 欢迎你 另外一位是应急管理部 监测检灾司工程师 吴修远 欢迎 刚才看过了短片之后 我们都有一种感受 说最近这天气怎么这么怪 为什么今年有这么多旱烙灾害 会同时发生 两位给我们解释一下 对于大家觉得 就是为什么所谓雨和旱 或者烙和旱 能同时出现在一个季节里面 实际上如果从我们天气学来讲 这并不奇怪 对气象比较关注的人应该知道 影响我们国家天气 特别是这种比较明显的 这种致灾的天气 有一个天气系统 就是敷热带高压 那现在这个旱烙的区别 实际上还是它的关系 就是在它控制的区域 是下沉气流为主 而且单一气团 它的云与生成就非常少 那么在夏季北半球 就特别容易出现高温 如果时间长了 那肯定就是干旱发生 它的敷热带高压的边缘 它能够把敷热带 所谓南侧海洋上的 暖湿气流向内陆输送 如果说跟我们大陆 北方来的冷空气结合 那就会出现降水 而且敷热带高压 和冷空气结合的时候 那个降水是比较剧烈的降水 往往都是暴雨 最近我们看到的 这个暴雨也好 高温天气 这些正常嘛 算不算极端天气 我们对极端天气的定义 又是什么 我们现在强调的一些极端 它实际上是由两个侧面去看的 一个就是它出现得非常少 就是原来这个地方下雨 不该下这么大 现在下得大了 我们还一个侧面就是极端的 它一定是一个少见的 或者说罕见的 或者说破了记录的 而且同时造成重大影响 我们国家因为浮原特别辽阔 然后我们的这种气候 地理的条件相当复杂 就是一个天气系统 它往往很难说覆盖到整个的区域 所以说它不同的天气系统影响下 它有可能呈现出这边旱 然后另外一边烙 就是这种情况还是相对来说 比较常见的 但是就是说 虽然说从全国的面上来讲 这个现象很常见 但是具体到某一个局部的一个点上 不代表它不极端 所以每年的龙洲水集中期的时候 华南地区往往都是烙的 然后云南地区有一个说法 叫十年九旱 所以说这种情况 大的形式 它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状态 但是每年它都会出现极端的一些 局地的干旱 极端的一些局地的这种 极端的强降水 洪涝灾害 平常人经常会说 说怎么今年好像比去年的 这个极端天气还多了 那从专业的角度来讲 今年与去年相比 整体的情况确实是变得更糟糕了吗 对 6月16号北京的高温达到了39度4 这个是破了72年的记录 而且我们中国相局 有一个高温中暑气象预报 这个中暑气象预报 今年提前了差不多两周发布 如果按照我们气候年景预测的话 去年我们用的词是总体偏差 今年我们用的词是总体一般偏差 这个区别是什么 这个区别实际上 因为今年一年还没有过 但是至少给大家一个概念是什么 就是气候背景 还是相对偏差的 旱烙这种情况 或者说相对极端的情况 还是会多发 这种极端性的天气 也还是会多发 只不过落趋时间 可能跟去年会有一些区别 比如说我们如果印象深的话 去年秋老虎很厉害 就像现在5 6月份 那么这个高温很厉害 和去年相比实际上是有一些区别 那么去年我们烙的地带 和今年烙的地带 这个南北会不会有变化 那这一些还是会有变化 但是对全国这个范围来讲的话 就是依然我们要警惕 可能这种旱烙的情况 还是会比较严重 极端的天气出现的频率 还是会比较多 吴先生在你那儿 作为应急部门来讲 这个一般偏差和偏差 这个应急的区别是什么 气候年景是气象给出的一个结论 那么在我们这儿 就是对它的一个理解 天气的极端性 较往常是正常到或者说偏差 那可能它的极端性 就是体现出一个偏差的这样一个状态 那么我们应急部门 如果从灾害的角度来讲的话 极端天气 我们认为它更多的是集中发生在主训期期间 所以说如果说今年跟去年相比较 是不是今年就一定比去年要 极端性要更强烈一点 那我认为现在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 还不能过早的下定了 对 极端天气未来可能会比我们想象的越来越多 那您给我们解释一下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趋势呢 科学界是有一个共识 就是随着这个气候变暖 那么极端天气的强度和频率都会增加 这个是在很多年前就已经达成了一个共识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事实逐渐在显现 这个主要是指的是什么 就是我们正常的气候背景下 因为气候开始变暖了 那么整个的气候的这个正常的那个运率 开始紊乱了 就有点像我们人一样 就是它血压不稳定了 那这个时候它就忽上忽下 就容易出现一些 所谓不常见的这些毛病 所以现在的就是在气候变暖的这个背景下 这种小概率的事件 这种不稳定的事件会增加 而这些小概率的事件 往往都是这种引发极端的事件 面对日趋常态化的极端天气 有效的天气预报预警 是抵御极端天气的第一道防线 然而全球气候系统复杂 影响因素过多 大气运动的每一个环节 都存在某些不确定性 提高天气预报准确率 目前依然是全球最难的问题之一 我国处于东亚季风区 季节和年纪变率大 气候系统复杂 气候预测的不确定性更强 2022年6月 我国发布 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2035 其中 气候风险评估 检测和预警的重要性被强调 预计到2035年 将建立一个无缝全覆盖的 气候风险管理数字平台 利用智能技术和数字化技术 来评估特定的风险 并进行天气和气候预报 那么 目前人类的技术手段 对天气预警和应急处置 带来了怎样的变化 很多人可能会想 既然这个极端天气趋于常态化 那我们今天科技这么发达 气象部门是否能够准确地把握 这些天气的预测 我们有哪些科技手段来做保证呢 对于气象部门来讲 当然就是一直在跟老天爷较量 就是我们是要想尽办法 把握好它的脉搏 来发现这些跟我们生活 生产相关的一些不利因素 从现在看的话 就是虽然气候在变 但是我们气象科技的水平 气象理论的突破 这一些都在有进展 特别是我们现在装备水平 和整个国家其他科技发展 我们现在有7万多个自动监测在 而且我们现在有240多部雷达 可以把全国都完全覆盖 那么有8颗气象卫星载轨运行 综合观测能力 可以说我们国家 已经是世界一流水平了 而且国务院在去年发的 这个气象高质量发展 在2022到203年的规划里面 我们还要增加60几部雷达 还要增加两个卫星 那这些都是有助于 我们在整个对大气环境 大气环流的演变和现状 这个监测上面 我们能力大大的要提高 那所以在这些技术装备 和技术力量的配合下 我们对于这种突发性的 短时的天气的预警能力 也一定会随着提高 所以特别想问吴先生 这个应急部门会重点关注 哪些天气的预测呢 因为天气的种类非常多 光是有灾害性天气的这种预警 就有14类 那么我们应急部门呢 就是从种类上来讲的话 肯定是都是会要关注的 因为这些天气 都有可能形成这种极端性的天气 具有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 这种破坏力 那么一旦觉得它可以形成灾害 那应急部门是必须要加强关注 并且要提前进行方法应对的 如果说从成灾的角度来讲 我们可能更多的是关注 我们这个地面上地表上 有这种人类 还有这种建筑 还有国家的一些重要的基础设施 就是有成灾体的 这样我们会更多地去关注 但如果是下跌面 是一些人际荒芜的这种无人区 还有一些没有我们这种 作业平台的这种海域 那这些地方出现这种极端天气 我们是只保持一个一般性的关注 我们在科技上有什么新的手段 可以应对这些极端天气 我们现在都在做地球气候模拟系统 现在国家作为大科学装置 也在推进 那这个就是实际上 我个人觉得它的意义在于 就是把我们防灾减灾 预报极端天气或者气候变化 这个概念从过去的 只考虑自然属性 开始向一个什么 社会属性转变 就是说我们要了解 这个自然属性情况下 它对社会经济人类的生存 包括健康的影响是什么 它的影响的最大的权重在哪 时机最大的影响 会出现在什么时候 所以把社会属性这个风险 现在提到这个比较关键 或者比较优先的这个上面 那对于我们应对来讲的话 至关重要 再一个就是其他领域 你说5G 6G的这个发展 它就让我们 一个是信息采集更快 一个是信息的发布更快 那这个对于预警 就是抢时间 比如说汶川大地震的时候 我们很难就是了解到 镇区里面的相关的信息 解放军也只能通过散将兵 就是盲跳 他掌握不了信息 他盲跳 他派人进去掌握信息 但是现在不一样的是 我们现在有这种发达的科技手段 首先通讯能力 就得到了很大的一个保障 现在我们有一龙无人机 可以实时地飞到灾区的上空 这样立马灾区的这种4G 5G就能够接通 接通的话呢 灾区的群众就可以第一时间 一方面是跟自己的亲人 在外面的亲人来报平安 这样有利于社会稳定 另一方面呢 可以把灾区的一些信息 哪里的灾情比较重 然后灾情的整体的一个形式 是什么样子的 然后可以及时地传输出来 我们政府在应对的时候呢 也能够更加科学地试测 从容地去应对 还有就是我们的算力提高 计算能力的提高 再有就是人工智能的这个提高 它都能够帮助我们 在海量的这个气象信息中 迅速地抓出那些特征点 它在这个动态的过程中 它就能提前预警 就告诉预报员 这个现象出现了 那我们马上进行综合判断 就能够更准确地判断 比如在半小时40分钟 我们就能发现 现在我们可能10分钟 20分钟才能发现 已经比较接近了 那我们要把这个提前量 还要拉长 所以至少我们感觉到 就我当预报员的时代 我们是只能看到 那么十来张图 我们还得自己手工去分析图 然后考虑预报的时间可能很短 现在我们看到的图 那就是你可能就是 在你值班期间 你都用不完的资料 就是现在的天气的 五六分钟前的天气 就可以我实时地能拿到 整个的环流 我们今天科技这么发达 我们可以人工降雨 又可以趋云散雾 真的对这个极端天气 就束手无策了吗 没有什么办法吗 对于人工影响天气来讲 还只能说是 对于人工消保 人工增育 我们是能够操作 有一些这个效益 是能够有一些效益 但是对于云雾里里面的 这个具体的这个规律 我们并没有非常 或者说完全地掌握它 所以这一些都是我们在 在过程中 在重大社会活动 或者重大的一些风险 出现的前 我们尽可能去采纳 或者说采用一些这些技术 去降低它可能带来的影响 但是我们现在有人说 人工影响天气 真的把天气能改变 甚至于台风能消掉 那这一些我觉得还是做不到 不敢说不能做到 但至少离我们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对 可见的将来还做不到 所以当这些极端天气出现的时候 我特别想知道 吴先生我们作为应急部门 是跟气象部门如何配合的 这是长期的一个配合 就是说就是以这一次的 这种高温的过程 来我们来举例的话 那么我们跟气象呢 我们早在这个五月底的时候呢 我们会进行一个夏季的一个会商 这是一个较长时间尺度的 我们会商的内容呢 就是我们的接下来的一个月 还有接下来的一个季度 就主要是夏季 这种灾害集中的这种爆发期期间 我们的多雨区在哪里 然后我们的少雨区 高温区在哪里 这样的话呢 我们可以对全国的一个 总的一个灾害的趋势形势 可以有一个大概的一个判断 然后到了中短期的时候 我们也会加强针对某一次过程 比如说某一次高温的过程 我们会进行再一次的会商 但是这一次的会商呢 就是目标就会很明确 就是说这一次高温过程 哪些地方会出现极端的高温 然后这些地区就是我们 从我们应急管理部门来讲的话 需要做哪一些的这种物资的准备 气候变暖只是天气糟糕的第一步 之后引发的一系列问题 将如蝴蝶效应一样不受控制 过去50年间 因气候变化 引发的干旱 风暴和洪水等自然灾害数量 增加了5倍 造成经济损失高达每天2亿美元 如今极端气候事件 对人们生产和生活所产生的 不可估量的影响和威胁 正越来越令人堪忧 那么未来的天气气候 将会如何发展 我们又该怎样应对 朱先生特别想问您 很多人说这个天气无常 您给我们预测一下今年的极端天气会怎样 对于今年的预测来讲 一个是根据我们国家气候中心的预测 就是年景 背景是一般偏差 极端天气发生频率还是会出现 旱落的这种情况还是会出现 除掉我们说现在气候中心 国家气候中心已经说可能是一般偏差 实际上更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大家现在在关注 鄂尔尼诺现象出现了 那鄂尔尼诺现象我们知道 它是一个偏离常规气候的一个 也是造成天气系统紊乱的一个现象 那一般来说 鄂尔尼诺出现以后往往会引起暖冬 或者我们说鄂尔尼诺出现以后 会助力助推高温天气的发展 所以今年的高温是不是比以往还要厉害 这个确实是可能性增大了 还有一个呢 就鄂尔尼诺出现以后 它的次年可能江淮流域会洪浪偏重 那么再有一个就是台风可能会偏少 那这些都是相对于鄂尔尼诺 我们从统计学上看 鄂尔尼诺出现会出现这些现象 但是这些现象会不会都出现 它的强度如何 还要看这次鄂尔尼诺它发展起来 台风向北的影响 就是偏北的影响 大家也可以关注 就是说因为台风一般都影响 我国南方最多华东这些 但是偏北这种台风出现 也是有可能的 那实际上去年也出现过 那种影响就是因为 它有点跨季节跨地狱的这种影响 大家防范起来会怎么说呢 经验会缺一些 那么如果说今年真的在这些方面 会出现一些变化的话 那值得我们注意 再有一个就是高温 那现在大家已经体会到了这个 高温已经提前了 作为普通人 普通的公民 当这个极端天气 比如说干旱 高温 洪涝出现的时候 我们应对起来应该注意些什么 平时一定要关注跟警惕 我所在的这个区域 它有可能出现哪些极端的天气 有哪些种类 另一方面就是平时一定要注意关注 实时关注我们的这种预报预警的信息 要了解一些相关的知识 就是确实应该对于极端天气 它的来龙去脉 它的影响 大家要尽可能地有所了解 这样子你听到预警的时候 你才知道你需要做什么 或者说怎么做 因为我们现在确实看到了很多很可惜的事 就是预报也准了 预警也发了 事情还是损失还是出现了 这个有些真的是 假如大家意识或者说知识跟上的话 不至于 比如说近年来 有一些出现的 咱们这个在山丘区 发生一场突发的这种极端降水 因为山丘区它这个两边是山 它一般公路都是在两边山中间 那么当出现极端的这种强降水 那么我们这条路就会变成泄洪的泄洪道 那么当大量的洪水在公路上经过的时候 两边的民房就变得特别危险 最典型的 因为两边靠着公路 它两边它是商民两用 乡镇里面的这种小仓铺 它喜欢用那种卷帘门 它有一种情况 就是说如果洪水突然过来 然后外面的水比较高 它渗到家里的水比较低 它形成一个水压 你门就开不了 所以所有人就算你已经醒来了 你想跑你跑不出去 而且在我们碰到的一些像这种地方 二层三层是有的 但是它为了节省空间 把楼梯建在外面 你还是出不去 然后一楼它为了防盗 它把防盗窗按上 所以即使你醒了 你想要去及时地去转移 去逃出去 你出去不了 你只能在屋子里面干着急 再一个就是对于这种极端天气 既然它有可能常态化 我们还是要有一些观念 一些转变 就跟我们平常对天气的态度 我们应该有一些转变了 我觉得一个就是躲 或者有人说近 你要近下来 别往外跑了 别往那些区域去 如果说我们预警发出来 就是本地有这种灾害性的天气 一定不能有这种侥幸的心理 一定要尽量避免的 避免外出 然后尽量待在家里 做好你的这个所在范围的一些防备 比如说强降水来了 你走水的这些通路通不通 你是不是处在一个风险区 你是不是应该到一个避险场所 那这个还有就是你个人的一些必备用品 也应该做一些准备 我们说包括一些应急用的电筒 广播 包括一些常用药 一些水和一些必备的粮食 这些也应该养成习惯 从国家层面 我们会做什么样长远的规划 来准备应对这些极端天气 那这个里面从气象部门来讲 就是在气候预测方面 要把这个事实要搞清楚 现在到底怎么了 是什么在影响 什么在变化 这个我们要去研究 就是气候预测 这个方面能力在加强 还有一个就是气候的风险评估 就是如果气候真的就是这么走下去 风险在哪 我们要做出评估来 那这些都是作为科技支撑 去给国家提出这个决策的这种参考 那么这样子 国家就可以在这一些科学数据 或者科学观点的支撑下 来进行统筹的这种调度 来进行应对 比如说就刚才的我们的高温天气 我们应对的手段和原则会是什么 这个还是要回到我们这种应急部门 它的一个职责属性 它针对灾害 它是需要发挥一个统筹协调的一个作用 那比如说发生 如果说是以这种高温干旱为例的话 那么我们应急部门 它设有一个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 它会出面协调 比如说水力 协调水力来进行一定的科学的这种水调度 科学的水调度往往一方面是解决用水问题 第一方面肯定是要保障群众的这种饮水 饮水安全 其次是要保障这种牲畜的饮水安全 第三个方面是要保障我们农业用水安全 另一方面是需要协调能源部门 来加强全国的电网的一个电力的调度 大江大河的这种发电站 一定程度上解决这种用电的问题 水电发电的问题 当然我们说在这个应对过程中 因为这个自然的运率 它这个变化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 那么在应对过程中 我们还要准备适应 就是它就这么变下去了 应对与适应 对 我们还是要想办法要适应它 我们还要考虑生产生活的继续 所以现在为什么提碳达峰和碳中和 我们必须全球一起努力 早一点把这种所谓碳排放 或者温室气的排放压住 这个是一个 再一个就是碳中和 因为社会要发展 生活要提高 不可能真的做到绝对意义上的零排放 所以我们是一边排放 一边能够吸纳它 或者怎么处理它 来综合它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达到一个碳中和的一个水平 不让这个气候再往下变了 这是一个大背景 抓住了 那极端天气出现的频率增加 强度增加 这个问题就能得到解决 其实我觉得今天节目最重要的是 两位给我们的介绍 让我们习惯和接受 极端天气的频繁出现 提高普通民众对极端天气的认知 这是至关重要的 对 好了 那今天非常感谢两位 也感谢您收看我们这一期的 《透视新科技》节目 如果您想关注我们节目的其他内容 可以下载央视频 收看我们过往的节目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 我是盛春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